看第六場賽事,第六場四班一千米 最短途的賽事 開票時,各河競速最熱的四倍 各圓桿就很分左,上到5.9倍 最後階段變回大熱門,下到3.8倍 由已經有馬友巨額過關 10號的黑黑王王獨贏位置都有巨額過關 由31倍落到3.8倍 之後就回到12倍 最後也看到領暴風下飛,下到4.8倍 第六場四班一千米 最短途賽 好,一起步時,出得快一點點 南驅堡也是快一點 然後出來清幅也快 然後常勝深內檔超額應扣 外檔埋上去神進馬車 然後領暴風也不夠他們快 後一點的馬,過河勁桌 很久沒見他,今次起步也慢了一點 上回來中間 然後還有哈哈黃黃盡著視天天向上 尾就玩到贏,暫時電後紅燭烈 今天大隊都跟不上 開始下山時,前面帶頭 南驅堡拍到上來神進馬車 首位第三是超額應扣 然後拍著清幅 過河勁桌守著第五的內檔 還有哈哈黃黃 然後進鑊士領暴風 常勝深,天天向上一齊 玩到贏貼難,包美還是紅燭烈馬 入對後直路時,前面南驅堡 鬥著神進馬車 外檔被掩上來 清幅一掩,就掩上了營購位置 外面上來過河勁桌 外面還有淺藍衫進鑊士 然後百多米,前面南驅堡 還帶大半的馬位 清幅追上來外檔更厲害 進鑊士追不追到 一、二名很近的結果 你猜不到南驅堡是倒線的 外面進鑊士以為贏得 可惜是第二 清幅第三,第四名追上來過河勁桌 我想很多人都以為他真的可以 誰知原來那部未到線 連鏡頭都喜歡進鑊士 原來未到線 他的頭相剛剛到 即在竹線那部未到線 所以一打名字出來 摩士陣營,每個人在起雄 開心得贏了 看真點,原來南驅堡是先到線 沒看一幅相之前 我覺得好像進鑊士 稍為占 因為他細很吸引 他掩上來,好像一陣蜂 荒仔今晚的部署這些 真是 今晚幾乎贏三場 總之我們都說 他出馬多 排面馬多的那晚 可能一 win 雖然今晚都是一 win 但那些 play 就帶來很多驚喜給你 你以為他很多排面馬 通常我講了幾年 尤其是今晚講 這些過往都未上過名 還有今日打 真是陰功 盡著時加起來 兩隻馬加起來 都輸不夠一個頭 再過了那隻 洛菲這麼厲害的飛雲追 你想想 今晚他贏這三場 真是不行 我想 隨便扔到一隻都不行 衝得很厲害 其實南驅堡當然 走快回來 其實都近乎停 剛剛就頂到 就真的那一步 其實都差不多 看看這張照片 少少的 南驅報道線 分析時間 頭段12秒51 第段21秒25 末段23秒2 總時間50秒96 如果賽前看這場馬 大家都知道 十二日馬跑 有八隻上次第六五 五場次出來 剛剛那場是第一至第八名 其實第一至第八名 相距都不夠兩個馬位 今次又碰碗頭 當然那些檔位 大家都不同了 整個形勢 其實跟那場已經爭得很遠 是很難度的賽事 這些 那兩匹撿出外檔 真的沒有了 天天向上 常勝心 那隊是一二名 一加了榜 出了外檔 你可以看到那個爭 很遠的可以是 所以 如果跟 同場對手很多時候 你一定要計清楚 他們那個條件 跟上一次是爭了多少 領寶峰 其實都是 跑法跟之前有些差距 可能是不是 今場覺得自己很不夠快 所以就縮得比較厚一點 不過他有點不幸 他55分而已 不過今天就要背了132磅 我以為他好像上次那樣跑 上次他是早段拍著南俱捕 南俱捕一定最快 四代一定放得到 我以為領寶峰 可能在第二位可以開面拍著他 他一早選擇離開 他決定 另外回來 就黑黑黃黃有談 另外天天向上又是有談 還有左前腿不良於行 好了 有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第七場